我们也不认为不认输方位,现在一个1990年数码的男的,我自己 90年数码的是吧? 对,男的是我自己,师父 我知道,你想看身体还是看前途啊? 看那个压身的药精 什么? 他做这礼物 什么? 我那个压身的药精,压身的药精者啊 压身的是吧,我看一下是什么样子 对对对,超过好几年了还没超过走啊 然后有时候压着,在联系之后压着快 一直在你身上的,不是晚上来压身,白天也在你身上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就在太阳底下坐着,他也能压我 对啊,他压你了 麻烦 在你身上很多时间,有时候专门让你自说自话 对对对 对对对的 要命 你知道吧 喂 哎,师父,我说了 你自己好好念经啊 这是感情问题啊 哦,对对对,应该是前世的吧 他经常弄你那种下体啊 哦,对对,我知道 嗯,知道 上辈子的业障你听得懂了吧 哦,安静把它念掉 不念掉你还有麻烦呢 真的要命 是的,是的 哎,你们这些孩子 上辈子做什么念啊,真的是 要是这辈子你继续做念 你们不好好修的话 你们连这个都不懂 听不懂啊 好像师父 嗯,对的 对的,对的 对的,对的对不起 师父 他现在还告诉我啊 啊,他说 像我,他现在 这个灵性 这个样子还 还算过得去 看起来不是挺圣人的 啊,他说 啊,我不弄他 他自己也弄 你看看看 他把你的身体 当成他自己的身体了 你听得懂吗 说明 说明你,说明你犯 犯手淫 犯鞋 犯鞋 听得懂吗 是,是,是 像师父 我像关系 你看,你看 什么鬼也没 没说错话 所以我跟你们讲了 你们真的 自己要好好改啊 嗯 好好改 像师父 妈妈 看我 像师父 看会 嗯 真的 你要叫他 你要叫他离开你的话 你大概要840张 还要840张 对吧 你不给是吧 不给压死你了 OK 我一定给 一定给 听得懂吗 现在不但是压你身啊 他把你有一个腿啊 经常一个腿啊 不舒服啊 酸痛啊 对对对 是的 现在出道了吗 好好努力啊 小弟啊 要要要 第一要还清账目 无牵挂 第二 要造新业 第三 积极精进 努力 以后好了 就是他离开你了 你也不要再去有什么色情的东西了 明白了吗 在头上一把刀啊 你听得懂吗 对对对 因为我们已经夫妻双凶的都是弟子 啊 就是双清凶的都是 要当心了 明白了吗 他经常压你 他压了你很长时间 对对对 而且小弟我告诉你 你虽然清修 你在没清修之前 你跟你太太两个人 亲密的动作 他在边上全部看着 我现在可以把镜头 拉回来看着 就像电影一样 全看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你现在小弟自己要好好的 好好的忏悔 要真清修啊 听得懂吗 就是你上辈子的情人啊 他缠住你啊 你要 所以很多人 刚刚刚刚刚刚刚一个老伴走了之后 他马上找一个女的 结果然后这样 跟现在一个新的女人 他有这种关系之后 这个鬼就开始上升了 然后上升 就不停的弄他 然后嫉妒他 听得懂了吗 嗯 嗯嗯嗯嗯嗯 好了 就是我们没清清修之前 就我 我太太对我一好 就马上就压我 看见了吗 是不假的 对不对啊 对对对的 压死你 真的 对的是压死 就是我都爬不起来那种 刚会压了 马上又压 就是上个打死我 压死我 你敢碰你 太太一次 他就压死你 你听得懂吗 他是猪啊 鬼是猪啊 你听得懂啊 对对 因为他死掉之后 他死的之前 他就是不放心你 就是说 他不希望你再跟其他女人 所以他还在做 做鬼的时候 他就不停的跟着你 看你找不到其他女人 好了 他一发现你找了 他就开始搞你 听不懂啊 对对对 对 因为你的很惨叫的声音 不知道是不是他 就他了 惨叫 他是不是有在很苦的地方呀 对啊 他发疯 他可以在地府跑的 他只是在发疯 他经常 想起你来就发疯 你看见很多 谈恋爱 失败的人 想起谁就 抓耳挠腮 整个就像疯掉一样 就那种叫 你听得懂了吗 那些事都是很凄惨的 就是我冤枉啊 我冤枉啊 就是这种 对对对 我不能 我不能帮其他 我不能就 就是就是就 女孩子失恋那种感觉 你听得懂吗 嗯 懂 所以你呀 情在呀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他弄了你老婆了 你老婆的妇科不好 嗯 哦 你去问他 虽然你们清修 但是他妇科不好 也是他弄的 对对对 是的 是的 他在我边上 他说他符合是符合 鼓掌 鼓掌鼓掌 跟你开玩笑的 嗯 听得懂了吗 小弟 我们懂 好好努力啦 赶快 赶快跟 跟菩萨忏悔 然后 让观世音菩萨出面 帮你调解一下 好吧 嗯 我呢 说义佛 要多少 我给你对的吧 义佛是吧 我看一下 150遍 因为我喝得好得 我一定能力量 好吧 嗯 还有啊 家里可能 家里可能 现在他还压你的情况之下 你可能要多准备一些水吧 嗯 多喝水是吧 师傅 多喝水啊 你的胜脏很不好 嗯 啊 我从小胜脏就不好 对啊 你自己要多喝水啊 你缺水缺得很厉害 嗯 嗯 嗯 好 多家里多放些水 没办法呢 哦 好 嗯 师傅 我身边还有其他的要精准啊 你几几年数什么 啊 1990年数码的 90年数码的 90年数码的 小灵性 散灵 嗯 嗯 散灵是你往生做 往生做就可以了 你这个人主要就是感情上欠了才厉害 啊 好的 好的 哎呀 不要去 所以人活在今世 千万感情不要去欠人家 一定要管的 一定 对 对对对 师傅 师傅和问你 还有个 有个分脑子里面 就会自然的出现那种 嗯 什么其他人念头 太可怕了 对啊 你现在知道了 他给你 他给你啊 他就 嗯 有的时候我还拜佛 他也让我出现佛口的念头 感觉和佛的唱 他就 他就不让你好好的 用正念来拜佛 那你得不到菩萨的加持 他就可以控制你啊 可以不断的跟你做那些事情啊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哎 好了 好吧 师傅 嗯 其实这是一个 2016年 蜀猴的男孩 是我儿子 嗯 然后就是 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 2016年 短头发 眼睛蛮大的 他身在那个灵性上了 有啊 晚上 晚上 也到他身上去 嗯 那个 他是 跟我那是一个吗 是一个 哦 他 搞搞他 搞搞你儿子的话 那你儿子皮肤非常不好 皮肤啊 嗯 对对 他他那个研究起那个 咕噪咕噪的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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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 是吧 那种 他是他搞他的 明白了吗 嗯 嗯 嗯 那个那个 跟那个小孩子还需要念几张小房子呀 小房子 你尽量把大人的念掉嘛 小孩子也会好 如果你想小孩子皮肤上先好嘛 你先还他个48张 哦 好的好的 好吧 嗯 嗯 嗯 小孩子抖动的老师 爱扁起脚的这个有问题 对啊 这个就不好啊 这个就是 他经常抓他呀 弄他呀 嗯 抓他的脖子 对对对 所以抓他脖子 所以你儿子不自觉的经常脖子会自己抖动的 对对对 他那个脖子就跟那个女孩似的 那种就点头点头的 现在知道了不了 他抓他脖子啊 哎呦 我看到了 而且他用非常细长的手抓着 所以你儿子老觉得脖子不舒服 一会儿抖动一下 对对对 一会儿抖动一下 对对对 明白了吗 而且你儿子上卫生间小便 他也会让他抖动的 你听得懂吗 脖子抖动 对对 你儿子还说他老子 其实还看见我师父就是两周次嘛 所以他老子 他老子自己 他去拿去抓那个小孩子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嗯 嗯 好了 好好休息吧 好了 好好 行 再见 再见 咱们师父 我们自己也 我们自己回报 师父帮我们呗 再见 再见 好 咱们关心 咱们师父 师父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 节目就到这结束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